泰魯閣 墾丁 部長 感謝莊委員 莊委員好 剛剛啊 三位啊 前面都是我們本院的 女性的委員啦 在質詢啦 我看你還不知道要怎麼引 怎麼三娘教職 你知道嗎 你硬乾嘀嘀嘟嘟 本習道有一個看法啦 針對我們的 警察同仁的部分啊 你本來就要去捍衛啊 但是這個捍衛啊 不管他們的工作權 不管他們的執法上的一些尊嚴 這個都建立在一個 警察的執法必須要合法 不能去侵害到人民的一個 權益啦 所以這個當然是一個政治事件 但是呢 林權院長去針對 太陽花學院這些學子 青年朋友來 撤案 其實啊 除了告訴乃論之罪以外 你其他公訴罪 哪怕你貴為總統 你也沒有能力去撤啊 所以這個也必須要向社會大眾啊 必須來講清楚啦 哪怕你算明星 我想這些大家都知道啦 現在針對的還是喔 還是那個最有關那方面的 你真以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立法院就很多人不知道 誰在看著問我 沒問 所以啊 我的意思就是說啊 那算今天你算明星 你知道嗎 大家都要問你 啊你那個頭髮啦 也要問你 啊你穿著的待會兒也要問你 啊那個衛服部也要問你 環保也要問你 美豬也要問你 我剛才在那聽到我問你很厲害 啊那個衝之鳥也要問你 我問你很厲害 喔你也會美豬 喔你也會衝之鳥 啊你也會環保 沒有還沒問到美豬啦 有啦我剛才就聽到了你 我剛才喝時聽了 一個國家公園不用收費 來來劉飛東 他有那個國家公園不用收費 我肯定就要收費哪有不用收費的 有收費喔 有 泰魯閣來 你今天沒收費喔 沒有空 泰魯閣現在在規劃 是 那你怎麼對我屏東比較壞呢 去屏東這條都比較壞呢 來來來 是我們那樣 經濟修好 就來啊 假裝抽蛋沒有這樣喔 那這什麼邏輯喔 這不懂呢 這跟委員報告喔 那肯定原來就有鵝鑾鼻公園 就是來收費了 那另外最近 5月1號增加的就是貓鼻頭公園的收費 那主要是 我在說整體國家公園 其實我們是主案一個據點一個據點在檢討 就針對承載量過高的部分啊 所以要檢討增加收費 好 來做一些環境的維護 謝謝 我沒有說 你點的我就聽了 你知道嗎 但是這個部長啊 我看今天你這個 這答詢裡面啊 我也特別去看到你的聲稱報告裡面啊 未來內政部的政策三大方向 你去提到人民的安全 讓人民在治安防災上放心 那國土的規劃 居住政策 第三個你去談到中央跟地方制度 公民參與的問題 這個本席在這邊都可以表示贊同啊 可是呢 我今天看到的這個媒體啊 這樣 沒有錯 第一半 家 吃一頓 吃個午餐回來 家 家被偷偷了 不知道怕死人 在被他安心 荒唐 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說 台灣這個社會啊 群魔亂舞啊 有的人為了 財富啊 不擇手段 但是你的特質裡面來幹這個內政部長啊 你也要穩住這個正角啊 你提到說這個讓人民安心 那這些是要怎麼安心 我聽說母長你搜集喔 你很喜歡搜集的 有的沒有的齁 沒有 怎麼有的 你搜集說那個什麼 貓頭鷹你就搜集什麼 老木雕的 老石雕的 你是怎麼那些貓頭鷹 個人興趣啦 個人興趣 什麼個人興趣 這跟施政風格都有差你知道嗎 貓頭鷹喔 都晚上睡覺 是不是 不對 我每天 我每天早睡早起啦 貓頭鷹 老中白天睡覺 不是晚上睡覺啦 晚上睡覺啦 晚上不睡覺啦 就對啦 我就要你講的主席 那人都會口誤你知道嗎 那貓頭鷹 晚上你們兩天 都不睡 都不睡 對嗎 啊白天 晚上好像是守護神 白天當睡神 所以這個行政部門啊 這白天就不能睡覺 不然啦你看喔 這個 不見了 可是本席很有意思的就是說 覺得很有意思的就是說 那些貓頭鷹 人家在說 智慧的化身 嗯 我看你寫我生 這個有智慧 在希臘神話裡面 貓頭鷹啊 欸 你覺得說是那個智慧女神 雅典娜的化身啊 那當然 在瑞士她講說 貓頭鷹是死亡的象徵啊 那這也有好也有壞的 所以 我會覺得 這樣的 以你這樣收集的性格裡面 我一直去分析你 我這兩天一直在看 看你以前的事蹟 我看到一個最好玩的 說以前你小時候 真是破客 你有當中你們家的 人家的人家的人家 人家的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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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的還假的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啦 小學的時候 天底下 我做小孩的時候 做小孩的時候 其實 也是點的 我們鄉家的 你家在哪裡 你幫救 你幫救 你的大漢市邊 天底下 小朋友 膽敢把家裡的蚊帳 拿到溪裡去蝦 往魚 嘿 這很少耶 去問阿嬤媽媽 那我回去那種欠嗎 沒有欠啦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從你個人的這些性格裡面 我一直在想說 未來你這個內政部長 你怎麼來做一個施政 內政部阿 這個天下第一 第一大部阿 所以黨的黨都要問你 所以我們期許阿 這個部長阿 你未來的施政裡面阿 那確實在這個多元的部會裡面喔 這個他管的範圍實在是太大 因為剛剛我們林委員的聯盟裡阿 外籍的新娘的部分 外配的部分 很多該修的法 那確實阿 那個不分黨派阿 不合十一的法令阿 我們該修 確實阿 就必須要去修 我請我們 內政部的花競群 市長起來 有來嗎 我今天不來 還是要請他來 我要請他來 不要太害了 要叫人來 沒來就好了 沒來就好了 請在我問部長就可以了 所以 問題另外要來關心的一個就是說 部長你說 我揭示的阿 三個裡面阿 你談到那個公民參與的部分阿 那個部分阿 你們特別要去注意喔 就是說 你在接受訪問的時候阿 公民參與的部分你講說 你不會去採取I voting的方式阿 這個好像你有這樣講嗎 我沒這樣講 欸 那個報導你到底有沒有看到 所以 那還是要再進一步求證 很多事情都要進一步 我沒講 我不會否定人家啦 但是 但是基本上我會比較強調 我們準備做什麼 OK 在我們國華會裡面阿 國華會有一個公共政策的 網路的一個參與的平台阿 其實很多團體在上面有提案發生 本局是注意到一點 那個平台裡面大家在提案阿 都提爽的而已 都提爽的 也就是說 根本就沒有其他的部會阿 去重視他們的一個意見阿 這個很糟糕阿 設立一個平台然後又自知不理 我覺得這總是很不妥當阿 當然國華會你 你不是他的上級機關阿 甚至他還算是你們的上級機關阿 那總是阿 我們談說要去提高公民阿 參與政治阿 那其實也應該去適度的跟他們做 怎麼樣的合作 不是說平台建置一個平台 阿賣賣了錢 那也不對阿 各個部會 大家都要有一個聯繫 大家要有一個互動 然後甚至於 如何協力去達成政策完成的一個目標 這個很重要 講到這我就要問你泰魯國的 來泰魯國來來來來 我們環保署長李應援 有意思說你咧 雅妮阿 在泰魯國 不可以跟我開菜了對不對 阿你有出來說話嗎 我們泰魯國 這個已經有跟雅妮說 沒有啦我就是問你這個 說阿你有出來說話嗎 你不知道我的名字喔 我要說一下你們就是 所有的行政團隊 他就叫一個團隊 當其他的部會 他認為阿 政策的一個目標 國土 如何達到 他最好的一個規劃 在國家公園裡面 他不應該 有 讓人家開採水泥 這種 腳踏手也知道這是好的一個政策 那你泰魯國的國家公園 你本來就很清楚 你們跟雅妮已經簽了一個備忘錄 你們到明年 他就必須要不 終止開採 你算 人家在罵你們的 環保署長的時候 我看你泰魯國的國家公園處長 你怎麼都擋住住 報告委員喔 這我講一下 來 消息一出來之後 我馬上掌握狀況了齁 所有 有關礦區的 在國家公園裡面的 如果我沒記錯 就只有24公頃了 所以他佔非常非常小的部分 而且這一個部分 已經有達成備忘錄了 那不只是有這樣 我們事先都已經有這樣子的基礎 那其實也都馬上 在輿情的反應上都有聯繫了 所以不是像委員所講的 我們都沒有 其實都已經掌握全盤之後 那才知道怎麼樣 去把這件事情 用比較完整的方式 讓人民知道 所以這個本來就有納進去 你看你現在的個性 展現又像那個貓頭鷹 那個有智慧可以主動出擊 這個就不錯了 謝謝 你這個處長 兩座剛才這個事情 那個是整個是一個 本來就是一個團隊 你在政策上去 要去做一個說明 我相信 在國家公園裡面 把所有的水泥的開採 把它禁止掉 我不認為民眾會有什麼 因為經濟因素 有多大的一個反彈 畢竟它的範圍是限縮的 那些都是國家的財產 你的接觸一定是比我還多 偶爾過去 炸藥大家放一放 砰 開採水泥都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放炸藥嘛 把整個國家公園裡面 那些資產 應該去保育的 拿去當水泥 甚至於 在國家公園裡面 旁邊的 一直開採 所以 這些都是國家的資產 所以我認為 各個部會裡面 哪怕是哪一個單一部會 它要達成一個政策目標 都不是一個人最高 那都要是一個團隊 所以我希望 我們的部會這麼大 我相信以後 會出很大鼻露的 很多事情大家都會問你 本事今天對你算很客氣 以前你算我的老師 我不會問到最多 我不會說得太壞掉了 但是應該給你算命的 也是要給你算命 其實我最後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 前面有委員去提到說 到底我們的政府 對警察是怎麼樣一個態度 我認為任何的政權 對警察 都有很深的一個仰仗 為什麼 不是把它當工具 因為它是 要執行這個公權力 它即使在執行公權力的時候 它代表的全部都是國家 所以 它的 因為它守護著公權力 它就必須 不要站起來了 你剛才偷渡六分間 我說不知道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說完之後 你站起來沒關係 你坐這頭要坐 你站起來我就說不下去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警察在執行公權力的時候 它其實另外一個意義 它是在捍衛法律的尊嚴 其實它也是在捍衛老百姓 但那個前提 不是以非法的方式 來對抗非法 這個老百姓也未必會支持啊 所以政府 該當警察的後盾 這個都應該 但是政府 它也該是當守法的老百姓的一個後盾 那所以說 林權院長 去撤告 當然是一個政治事件 但重點是 你們應該去做評估 它如果達到 讓整個法制的深化 讓整個國內政治環境 那種衝突 衝突 可以降低 但最主要是 達到我們社會 要進步到哪一個方向去 這樣不夠意義啊 這就是我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啦 委員多支持啦 你就說不清楚 跟他們說我支持 可以嗎 你再繼續問話 我就繼續說啦 時間夠了 你從這段要白了 謝謝啦 謝謝